在今年上海电影节成龙动作电影周上,成龙除了庆祝成家班40周年,特地从全球各地找回当年七小福,所有成员近百人,共聚一堂,包括观众,最熟悉的红金堡,袁彪,袁华,袁秋,袁斌,袁奎,袁德等,成龙还特制纪录片现场播放,惹得诗,兄弟们激动了撒舞台,台下观众更是全体起立鼓掌致敬大师兄红金尔说,成龙的成家班4周年,在今年上海电影节,成龙动作电影周上,成龙除了庆祝成家班40周年,特地从全球各 40年,可是七小福却已经有58年历史,比赛场很多人还要老,还可以渐渐康康相见,真是很不容易,七小福,感慨指数,七小福由来源于余战云在一次京剧表演中选为袁龙,红金堡当时的一名,袁龙,成龙当时的一名,袁彪,袁奎,袁华,袁武,袁太七人担任七小福的主角,后来因为演出非常成功, 与占元于智及此组成七小福信班,让土地增加演出经验,七小福成员共有十几人,除上述七人脉,尚有袁秋,唯一的女成员,袁庆,即袁和平,袁德,袁俊,后改名为吴远俊,袁宾,袁宾,袁宅,袁宝都曾是其中之一,七小福可算是当今华人世界娱乐圈自立最老,至今感情没戏也最好的团体,或组合,那绝对华语娱乐的第一天团, 除了七小福之外,还有哪些经典团体让人感慨不已,又有哪些团体让人唏嘘万分的呢? 吴县吴虎将,唏嘘指数,吴县吴虎将由邵义府,在1983年亲自起名,由黄日华,刘德华,苗乔伟,梁朝伟,汤振业组成,当年吴县的台庆晚会上,由五人共同有一个节目,吴虎将由此产生,当年大虎苗乔伟是25岁, 汤志叶小,他三个月,黄日华,刘德华22岁,梁朝伟只有21岁,后来吴县吴虎准,被集体跳槽进军影坛, 吴县高层得知吴虎要集体跳槽,采取各个吉普,谈合约的战略案例分化吴虎,一名吴县监制透露, 由于那时的梁朝伟行事保守,低调并需要刻工作养家,所以吴县高层决心从梁朝伟下手,最后梁朝伟在威逼利诱下,先行跟吴县续约,梁朝伟被突破后,吴虎阵影因此法解, 但刘德华还是不肯屈服签约,结果遭到吴县曲藏400篇,1991年,吴虎合作了唯一的一部电影,吴虎降之决裂,从此再无全体合作的机会, 2007年,刘德华投资的兄弟之生死同盟,也只聚齐了四虎,只缺梁朝伟温娜吴虎,感慨指数, 温娜乐队是香港殿堂级乐队,由谭永林,钟振陶,彭建新,叶志强,陈友五名成员组成,合称温娜吴虎, 1968年,谭永林与陈友,彭建新,叶志强,陈柏祥等组成,LUSERS乐队,这是温娜乐队的前身, 1970年参加香港业余歌唱大赛,获得冠军奖,1971年,谭永林去新加坡读书,陈柏祥去中东做生意,乐队宣告解散, 1973年,温娜乐队正式成立,乐队的成员包括主音歌手谭永林,主音歌手及吉他手中振陶, 吉他手彭建新,低音吉他手叶志强,鼓手陈友,1978年,温娜乐队宣布解散,乐队成员各自发展, 本乡约每五年再聚一次,发行一张唱片,这个约定一直坚守至今,而五人的感情也一直不变, 1988年,温娜乐队,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金争奖,歌曲千载不变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, 1993年,在香港鸿坎体育馆,举办温娜20周年演唱会全体乐队成员, 还参演了喜剧电影广东无虎之扁拳,无敌孙中山,四大天王,唏嘘指数, 香港四大天王是指20世纪90年代四位最受欢迎的男歌手, 分别是张学友,刘德华,郭富城及黎明,1990年代初随著谈章争霸结束, 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七一张学友,刘德华等为代表的新人,开始在歌坛展露头角, 香港乐坛迎来了新时代,1990年,黎明的火速走红和刘德华同属偶像派, 成为最大竞争对手,两人曾被封为双子星,加上实力派张学友, 被合称乐坛三剑客,随后1991年,郭富城, 把红台湾重回香港,加上东方日报一篇打有失的效应, 香港演唱会之副章妙容,另一说法为方逸华, 将四位当时最受欢迎的男流行歌手,统称为四大天王, 并得到市民广泛喜爱,一直沿用至今,四人都多起发展, 但互相竞争最多的地方,还是在音乐上, 四人几乎垄断了1990年代,香港乐坛所有奖项, 四大天王几乎代表了香港乐坛全部的辉煌, 无限进歌金曲90年代,最受欢迎男歌手奖, 刘德华拿了五届,黎明二届,郭富城二届, 张学友一届全部罢完, 1999年底,张学友和黎明宣布推出香港音乐颁奖, 已宣告着四大天王音乐时代的结束, 而他们的影响永远都在, 虽然他们也一直是独立的个体, 但呼唤他们合体表演的声音一直不断, 只可惜除了前几年香港回归晚会等级别的场合, 他们同时出场的机会, 多年未见, Beyond乐队, 西区指数, Beyond, 香港最著名的电藏机摇滚乐队, 主要由黄家居, 黄怪中, 黄家强, 叶世荣组成, 1983年, 黄家居与叶世荣结石, 并结为好友, 两人发掘彼此音乐理念一致, 于是和组乐队, 主音吉他, 邓伟谦把乐队命名为Beyond, 此时Beyond, 由四名成员组成, 分别是主唱间节奏, 吉他手黄家居, 主音吉他手邓伟谦, 被私守, 李荣潮以及鼓手叶世荣, 年底邓伟谦, 李荣潮相继离开之后, 王欧文, 黄家强加入, 1984年初, 王欧文离开之后, 陈世荣加入, 1985年陈世荣离开之后, 黄冠中, 加入并担任乐队的主音吉他手, 这时候才形成最后的经典阵容, 主唱间节奏, 吉他手黄家居, 鼓手叶世荣, 主音吉他手黄冠中, 被私守黄家强, 1992年Beyond, 赴日本发展演艺事业, 1993年发行, 粤语专辑乐与怒, 专辑歌曲海阔天空, 获得第十六届十大中文金曲奖, 6月30日, 乐队灵魂皇家居去世, Beyond, 以三名成员的组合形式继续发展, 1999年Beyond, 宣布暂时解散, 2002年获得第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金, 取迎戏荣誉大奖, 2003年Beyond, 正式付出歌坛, 2005年举行Beyond, The Story Live, 2005世界, 巡回告别演唱会, 同年正式解散, 2008年6月10日, 为纪念皇家居名单, 皇家强特别在香港会长中心举行, 别的家居是五载海阔天空音乐会, 音乐会最后Beyond, 三子压轴演唱海阔天空, 这是乐队解散后三人的首度, 同台演出, 最热量唏嘘的是Beyond解散之后, 三子不仅很少在合作, 而且互相间还发生了很多矛盾争端, 作为在国内歌迷最多的摇滚乐队, 他们的歌曲影响了七十年,